明星情商有多高 某发布会上总裁不小心掉进水里 何炯的一句话扭转乾坤 人带华烟手华不小心弄掉几块饼干 何老师机智就场 那可以拿下去跟我们的演员同行们一起分享啊吗 可以 你还留几块给我 谢谢 有几块给我 杜海涛不小心说错赞助商的名字 特别是有着110年历史的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 专业的财富 交通银行 完了完了 还好何老师当他远了回来 还有别的银行银行 没有没有没有 没告诉我们 没有没有没有 你说三遍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 谢谢交通银行 当千玺被问到 所以想跟哪位女演员合作时 他的回答堪称满份 在座的姐姐们都特别厉害 然后我未来如果能跟谁合作 都是我的荣幸 孩子倒是说话点水不漏 还被问到想把手里的花送给谁 想把这束花送给哪位小姐姐呢 何彬老师我资历还比较浅 所以对老师们的了解 不如您多 要么还是您来预测吧 这么些了 你一句都不想说吗 何彬老师您说太好了 所以您负责说 我负责鲜花就好 我明白了 她那意思就是 我是好话说尽 但是你做的也是好事 女粉丝向胡歌索回礼物 她一句话化解尴尬 其实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因为当年我送你的那套 狼牙榜的小说是首版 而且已经绝版了 你也亲自翻阅过 我能不能请你签个名 还给我留个纪念呢 不带这么玩的 怎么可以呢 你送给别人的书 太有趣了 这女孩要把她要回去 不管怎么办 我觉得可以这样 应该有上中下三卷吧 我把上卷还给你 因为开篇是从你这开始 张信哲被观众称是过气歌手 你知道我在搜索 在网上搜索的时候 搜索过气歌手的时候 他的相关链接里面 就会出现张信鲜 萨贝宁上前为他解围 就像你现在非要让乔丹 回到篮球场 去跟现在的20多岁的小伙子 去拼NBA的总冠军 不科学 但是这不影响 乔丹仍然是NBA的神